首都一万多人 于11月19日在人大会堂举行反对日韩条约的大会 严正声讨美日反重派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 周恩来总理等和40多个国家的外宾出席了大会 大会由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主持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说 中国人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如果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 硬要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 我们一定从全世界人民一道 把他们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掉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沙奸一良 朝鲜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正奉归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陈子平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陈文成 美国朋友科夫兰 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工会总平议会青年代表团团长 青水卯一和日本民主青年同盟代表团团长唐泽进先后讲话 一致谴责日韩条约 并表示坚决粉碎美日反动派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 周恩来总理于11月5日接见由罗马尼亚国家文化和艺术委员会副主席 杨·莫拉鲁率领的罗马尼亚文化代表团全体成员 周总理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周恩来总理于11月22日接见柬埔寨王国政府副首相兼国防大臣 王家武装部队总司令兼总参谋长朗诺中将 和由他率领的柬埔寨王国军事代表团全体成员 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火烧沟在甘肃省高兰县武川公社的西北部 这里常年干旱草木难生 到处是重叠起伏的光山秃岭 火烧沟生产队只有12户人家 全队共有96人38个男女劳动力 为了彻底改变贫困落后的山区面貌 火烧沟生产队用穷棒子精神走苦干的道路 消山田沟造田扑沙 火烧沟生产队是大带式的生产队 全队社员经过多年的艰苦粪战 扩大了耕地面积 现在这个队有将近600亩农田 其中有300亩已经铺了沙 是抗旱饱收的新沙田 火烧沟人有渔公移山的精神 把一个常年靠国家供应粮食的贫穷的生产队 建设成为一个丰衣足食的先进生产队 浙江省黄岩县 广东公社妙儿桥大队的粮食和甘菊 今年又获得了丰收 这个大队人多地少 平均每人只有种粮食的地三分八厘 菊员一分九厘 过去一直是靠国家供应粮食过日子 近几年来 由于坚持自力更生政策 坚决执行以粮为钢 粮菊并菊的生产方针 使粮食 甘菊都获得了大幅度的增产 今年粮食平均亩产可达到一千七百斤 甘菊总产量可达到三十九万多斤 庙儿桥大队是大概市的生产队 这个大队为了夺取更高的产量 还在不断地努力 11月24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美国作家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 和其他美国朋友 今天是斯特朗女士巴什寿臣 毛主席向她表示祝贺 毛主席和外国朋友们 在友好愉快的气氛中 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毛主席接见后 周恩来总理设宴 祝贺斯特朗女士巴什寿臣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和龙县的第一电影放营队 十一年来 一直转站在山巒重叠 交通极其必塞的山区 坚持为农村服务 这个放营队的同志 思想红作风好 每个人都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 做到了一专多能 多方面的为农民服务 他们除了带新花书店 在农村推销了大量的图书外 还用自己的钱 买了五百多本图书随身携带 换起了红色书摊 每到一地 他们就向群众宣传国内国外大事 教社员们唱革命歌曲 和龙县第一电影放营队 在改变山区的文化面貌上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们曾先后27次 被评为县、自治州、省 和全国的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 是全国电影放营队的一面红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